14岁的全红蝉自从东京奥运独冠后 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体谈明星 甚至还被网友们称为国民妹妹 不过全红蝉却透露自己长这么大 还没有去过游乐园 动物园也没有去过 因为小时候家里没钱 长大了除了训练 还是训练 看到这段采访后 几乎全中国有名的游乐园 都向全红蝉妹妹发出了邀请 想要满足她的愿望 26日晚 陈爱森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一段视频 瞬间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原来这段视频是陈爱森带着全红蝉 去广州长龙野生动物园时拍下的 里面记录了蝉妹第一次去动物园的画面 而且还有她和许多动物 互动 以及合影的画面 由于全红蝉只有14岁 她如果去动物园的话 肯定需要长辈陪同 而陈爱森此次就扮演了哥哥的角色 陈爱森带着小师妹全红蝉坐上游乐园的缆车 然后基本上全程陪伴这个小姑娘各种游玩 帮这个被跳水耽误了玩乐时间的小姑娘 过了一个难忘的假期 早上9点 陈爱森就坐上了长龙动物园的缆车 结果小师妹全红蝉突然入镜 嘴里喊着 长龙 长龙 看上去第一次来动物园游玩的全红蝉非常激动 之前全红蝉比赛结束后 她的师姐 陈一文等人曾去了长龙欢乐世界游玩 但却没有带上蝉妹 看来还是师兄更好啊 期间全红蝉还下车和一只可爱的小猴子合影 工作人员抱着小猴 而妹妹站在一旁 一脸不可思议的感觉 不过大猩猩似乎不太愿意和奥运冠军打交道 露出了嫌弃的眼神 反观蝉妹 则是露出标志性的甜美笑容 在全约会上 全红蝉成为运动员 教练员 工作人员以及观众所要合影的对象 逛动物园时成了全红蝉主动去合影了 接着 全红蝉还拿着食物喂食长颈鹿 妹妹实在太兴奋了 而且很有爱心 看着长颈鹿吃东西 妹妹脸上也是一脸笑容 当缆车来到老虎区的时候 还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一只白虎看到有缆车经过 直接从石头上蹦了过来 想要爬上缆车 不过由于距离太远 因此白虎直接摔进了水中 第一次来到动物园的全红蝉 看到老虎朝自己蹦了过来 也有些被吓到了 发出了叫声 而网友们看到老虎 朝奥运冠军表演跳水 而且还炸鱼了 则是调侃道 简直是斑门弄虎 当然 长龙欢乐世界 有的可不只是动物园 还有游乐园和水上乐园 是一个非常好的度假圣地 对于孩子的吸引尤其大 作为14岁的全红蝉 自然也不例外 全红蝉紧接着来到游乐园 和同行的伙伴们 一起玩了过山车 全红蝉敢于从10米的高空 做跳水动作 过山车自然也难不倒塌 此时全红蝉还来到水上乐园 她套着一个救生圈 看起来非常调皮 一直想去拉身边的同伴 全红蝉这次真的是玩嗨了 全红蝉八岁就开始进入到体校 练习跳水 每天要练习跳水 三四个小时 其余时间还要参加文化课学习 每天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 玩耍时间 放假回家也只是在家里待着 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去动物园 游乐场 如今梦想终于实现了 真的要感谢陈爱森 特别暖心的大哥哥 带着妹妹全红蝉 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这次去动物园 相信全红蝉会记得很久 有网友注意到 就在前一天 陈爱森还带着17岁的 跳水运动员张家琪 在北京看了电影 网友纷纷留言 森哥辛苦了 昨天带肉肉去看电影 今天带红姐去动物园 带娃专业护啊 陈爱森则回复道 恨不得学个分身术 从一些和队友们互动的视频和日常中 我们可以看出 生活中的全红蝉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孩 在日常和队员相处时非常随和 和不少师兄师姐的关系都很好 和同属于广东队 又共同奔赴奥运赛场的陈爱森和谢思义 则更熟悉 在今年全运会场上的时候 全红尘还曾一下跳进了陈爱森怀里 陈爱森则把他稳稳接住 还抱着转起圈圈 这样的互动 未免太有爱 在接受主持人采访的时候 陈爱森回答说 全红尘作为队内团宠的对象 其实很喜欢往别人身上跳 挂在对方的身上 像极了一只小考拉 在被主持人问起原因的时候 陈爱森则笑着非常随和地分析道 不知道 可能因为还是只小孩吧 话语间满满的宠溺感 陈爱森还提到全红尘体重很轻 所以大家抱起来他都很轻松 全红尘也自带考拉属性 最喜欢的就是跳进别人怀里 然后就抱着不松手了 主持人问 大家认为小红是天才少女 你怎么评价一下 陈爱森表示 其实我觉得每个天才背后的努力 都是大家看不见的 我们的付出也很多吧 不管在什么项目上面 只有天赋是没用的 更多的是努力 每一位运动员 大家都付出了非常非常多 至于全红尘为何会与张佳琪玩到一块 陈爱森则表示 年龄差距不是问题 全红尘的天真无邪心无杂念 低调朴实 是他受欢迎的一大原因 女主持问他平时怎么带妹妹们玩 陈爱森表示 更多有时候是去帮助他们吧 有时候他们在训练上 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 或者是坚持不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更多去帮助他们 开导他们 因为有时候一些事情跟教练 是很难说出口的 确实是教练的威严在那里 我们更多就是队友之间的互相帮助吧 看来全红尘也没少被恩师何维仪教练批评教育 难怪最怕何教练问为什么 师哥陈爱森在何教练和小红中间也扮演了重要的中间人角色 除此之外 全红尘在拿到奥运会和全约会冠军之后 第一只广告代言终于出现在公众面前 引起粉丝的关注 9月26日 有网友在北京西站附近的地方 看到一块巨大的广告牌 全红尘位列其中 还有其他三位跳水世界冠军 分别是陈爱森 王涵 杨健 从四人都是跳水运动员来说 这个广告牌应该是国家跳水队安排的 让四位运动员作为形象代言人 其中全红尘站在广告牌靠中间的位置 其站位彰显了他的身份 享受着大咖的待遇 全红尘拿着牛奶也是满脸笑容 其实全红尘是目前国内体育最受关注的运动员 接广告代言的数量远不及于拿到 东京奥运会首金的射击运动员杨健 杨健最近接连拍摄几个广告宣传片 包括服装 汽车 手机等领域 出镜率很高 考虑到全红尘只有14岁 或许是跳水队不希望全红尘那么早 接过多广告代言 从而影响到他的训练和比赛 避免受到更多打扰 接下来他还要备战2022的杭州亚运会 以及世锦赛 在结束了短暂的假期之后 全红尘又要回归枯燥的训练中 也只能希望红姐假期多玩点 玩得尽兴一些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